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要讲解的单元是 终点与垂直评分线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立体 基础范例1 我这边要跟同学澄清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说 在同一个平面上 一个线段的垂直评分线会有几条 那我们以AB线段来看 要垂直要平分,那平分一定要过纳终点 而且要垂直 那这样画下来就一条 就一条 没有第二条了 那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 在同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空间上我们不讨论 就只有一条 那第二个呢 一样在同一个平面上 一个线段的评分线会有几条 那你想一下 要把线段平分 要把平分一定要过什么 一定要过终点 过终点你可以做几条 你可以做很多条 只要过终点就可以把它两等分 把这线段两等分 所以呢 你可以写总共有无限多条 第三个呢 又有点不一样了 在同一个平面上 一个线段的垂直线有几条 那我跟它垂直的 那 以EF线段来讲 它上面有无限多点 随便一个点 过这一点就可以做一条垂直 随便一个点 过一点就可以做一条垂直 过这一点就可以做一条垂直 那因为它无限多个点 所以你可以做无限多条垂直线 所以一样 跟上面一样也是无限多条 那我们来做个总结 一个线段要把它平分 要把它垂直 都有无限多条 但是什么时候会只有一条 就是你既要垂直 又要平分的时候 那这一条就围一了 就固定了 就不能乱画了 只能画这一条 这第一个 我们要跟同学曾经的 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基础范例2 若O点为线段MN之中点 且线段MN等于3X加8 线段ON等于2X 则线段OM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图 那我们建议同学应该画个简图 来帮助你理解 是把简图画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MN 3X加8 O是MN终点 所以ON 它是MN的一半 那你也可以说 MN是两倍的什么 ON 那MN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是MN A 像是 MN MN 基础范例2 若O点为线段MN之中点 且线段MN等于3X加8 线段ON等于2X 则线段OM等于多少 这题目只有文字叙述并没有简图 那我们建议同学画个简图 老师把简图画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MN在这边 3X加8 ON是终点 所以ON是MM的一半 2X 那你也可以说 MN是ON的几倍? 2倍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列一条式子 MN是3X加8 它等于2倍的ON ON ON是2X 所以一层其实就是4个S 等到先写出来好了 概念解说 能够知道 第一个我们要让同学知道 能够知道在同一个平面上 一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只有一条 第二个我们要让同学知道 利用垂直平分线做图 你只能够将一个线段 2的N次方等分 也就是2等分 4等分 8等分 16 32 以此类推 第一个你来看一下 一个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只有一条 那如果只有垂直 或是只有平分 那我们范例1讲过了 有无限多条 但是如果既要垂直 又要平分 那就会有唯一的一条 那垂直平分线 我们又叫它叫中垂线 过线段终点 而且跟线段垂直 第二个我们回过头看一下 垂直平分线 白个线段两等分 那再做第二次 就可以得到四分之一 或再做第三次 就可以得到八分之一 那如果你得到八分之一来讲 那你就八分之一的线段 就用原规 这样一段一段的画过去 就可以把八等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来看一下 八 以八来讲 二的三次方等于八 那我们至少要做三次 中垂线做图 就可以找到八分之一的线段 那如果以三十二来讲的话 二的五次方等于三十二 那就必须要连续做五次中垂线 找到三十二分之一的等分 那再慢慢一个一个去做 ok 进阶犯例一 小粒做垂直平平线 把线段分成X等分 请问X不可能是下列核子 X可不可以等于二 可以啊 做一次 做一次中垂线做图就可以了 那可不可以等于八 八等分呢 八等于二的三次方 所以你只要至少做三次中垂线做图 就可以求得八分之一等分 求得八分之一等分 那就ok了 那再来先看D D选项呢 16 16是2的几次方 2的四次方 所以你至少做四次中垂线做图 也可以找到16分之一的长度 那往下做就可以了 问题是C C呢 12 12的一半多少 6 6的一半多少 3 那中垂线做图 或叫垂直平平线做图 有办法把线段三等分吗 没有 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 应该选C 那等各位学到第五册的时候 那时候就可以把线段三等分了 进阶范例2 利用垂直平平线做图 在线段AB 取一个点D 使得线段AD 比线段BD 等于12比4 至少要做几次 垂直平平线做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同学看到就12比4 那就12分 加 4分 16等分 16等于 2的 4次方 至少做几次 做4次 但是 这个题目强调的是至少 那能不能比4次更少呢 其实同学看一下 这边有个陷阱 12比4 它并不是最减整数比 如果我们再往下把它画成最减整数比 就把它除以4的话 它应该变成3 比1 三分一分 所以只要做出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做看看好了 AB 先做第一次 中垂线 交点 叫做M 好了 那第二次的D 中垂线 是要做AM的中垂线 还是做MB的中垂线 应该是要做这个 为什么 因为AD 它是三分 比较多 BD 是一分比较少 所以D 比较靠近 所以D 应该在这边 第二次做这个 那看一下 一分 一分 两分 所以AD 就是3 BD 就是1 那3比1 3比1 你再给它乘4背回去 就是原来题目的12比4 所以如果要强调至少的话 很抱歉的 这个4次呢 是错的 应该几次 应该 两次就够了 两次就可以了 这个单元就讲解到这里 要记得多思考 多练习哦